扫林寺常见的宝兰四季营业 那么在扫林寺产生的同事 也就产生了扫林巫术 扫林巫术最近已经有1500多年的历史 那么我们扫林巫术它的本身价值是什么呢 它主要是为了帮助我们士绳进行这个修缠 这个修缠也就是佛家的修炼 它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让我们磨炼我们自己的神心 并不是像这个社会上说理解的 人为练习扫林巫术 也是为了好勇抖恨 我们好像是为了削着搭家斗 搭着两地法上战争 这个恰恰相反 我们不但不搭家斗 不但不好用斗恨 不但不是为了搭仗服务 主要是为了修炼我们的神心 如果要是说搭仗的话 其实真正的扫林巫术搭仗就是自己为自己搭仗 自己搭自己 自己搭掉自己的默性 野性 略性 我可以说我经历的这些很多国际上的游人 国际上的朋友 他们练习扫林巫术 我经历的缺世也很多 我感觉到在澳大利亚细腻 有一个青龙巫官 他的这个创办人叫戴威 那么我给他讲这个认识的价值 之后学习巫术的重要性 他的目的 通过我们交谈 相互的了解认识 我感觉到这个澳大利亚细腻 达威师傅 他确实是一个比较认真的人 做什么事情都较真 都认真 都非常重称 称坑 称诗 那么他现在 他人定一个师傅 人定要学习这个文化 他现在要学习的是少年文化 他就一致 走下去 坚定不义 澳大利亚 细腻 青龙巫官 达威师傅 他在这个 总称 称坑 也就是敬业这一方面 我认为 真的是做得非常非常好 希望大家都能够认真 认真对待自己 只有认真对待了自己 才能够认真对待社会 只有敬业 才能够出称己 出称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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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